四海台州人栏目 由浙江明泰商业银行独家冠名播出 与中小企业同发展 与地方经济共繁荣 新金融新希望 浙江明泰商业银行 随意快乐幽默 是他的代名词 泰州人的热情好客 令他享受着别样的生活 很好吃 吃冰糖 小饼 鸡蛋饼 本期四海台州人 Josh在台州 打造城市名片 记录城市精神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四海台州人 我是张义 2012年6月 他飘洋过海 从美国来到台州 即便不会说中文 也笑笑地面对任何状况 文化 饮食等东西方巨大的差异 并没有影响他在台州的快乐生活 开朗的性格 使他很快融入到了这个城市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去认识下 这个美国大小伙 Josh 师傅 深邃的蓝眼睛高鼻梁 带点儿落腮胡 他就是Josh 现在是焦江一所英语培训机构的教务长 Joshi是个地地道道的美国人 一次偶然的集会 他受邀来到台州一位朋友家里做客 不同的东西方文化让他充满了好奇 几经思考 2012年 Joshi辞掉了在美国的工作 再度来到台州 他决定留在这里生活 想好好感受东方文化的气息 我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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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na是在台州 她从上海接到我 我太疲倦了 所以我认识 我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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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有中国语 我认识 我不能做任何的事,但都不太好 刚来泰州的那段日子 尽管状况百出 但对于Jersey来说 更多的是新奇、有趣 看めて när military working Joel niż你 他们称很多中国 чтобы给我的 我说 ...とか 他们去认为黄 Workers Io不能唷 他们很喜欢 在美国有目的 对于Jersey来说 来到台中后 并没有太多的恐惧感 不会说中文 就用肢体语言 以及表情 让对方明白 不过为了更好的 跟学生家长 以及同事沟通 他还是决定学习中文 于是 他买了小学生的描红本练习 找泰州的朋友 帮他纠正发音 我喜欢困难的 我喜欢挑战 我学了中文 从我的朋友Diana 她在教我 Diana是从Linh Hai 慢慢能听懂中文的意思后 Jersey上课也显得 愤外轻松了 他的真诚和快乐 总能感染到每一个人 我学习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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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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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帅 我好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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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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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你 back to say get give me and get a shot give me no my job we have Chinese lessons so what they teach me Chinese every Monday go in learn Chinese I write the opinion and uh just spea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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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m always talking and it sounds very bad but bet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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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re 所以一直在谈 本地的学生家长们也非常喜欢这个美国大小伙 很放心地把自己的孩子交给他 不仅如此 就连学校里的清洁工阿姨们也都成了Joshi的好朋友 好几乎你说一 二三 早安 一 二三 早安 我做个英语 我做个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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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会一回来 我做个小介 我做个掃地 她叫我寻找我寻找 在阿姨们的眼里 这个美国大小伙 就像是自己的亲人一样 平时家里有橘子什么的 都会带来给Jersie 阿姨们的热情 也温暖着Jersie 下楼是去买奶茶 那个收音音又听不懂 然后就在那边争执 后来那个 听姐姐跟阿姨 然后就在她后面 她说她竟然帮我付钱 不知不觉 夜幕降临了 忙完了手头的活 到了Jersie的晚餐时间了 一份梅干菜饼 一份蒸饺 这是Jersie非常喜欢的两样小吃 从2012年7月来到台州至今 对于台州好吃的好玩的 她都是了如指导 他都是了如指导 Jersie 也有 我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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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ersie说他现在已经完全习惯了台州的生活 他喜欢这座城市 今年是Jersie在台州度过的第二个圣诞节了 这个相当于中国人春节的西方重要节日 他留在学校与学生们一起度过 教学生们西方人在圣诞节需要准备的东西 学生们在老师的带领下制作圣诞袜子 亲手制作圣诞雪人 认真仔细地跟读陌生的英语单词 在圣诞树下 听老师讲圣诞的来由 Jersie说 台州对于他来说 就像是第二故乡 在这里 他见识到了不一样的东方文化 生活习惯 特别是温暖人情 是他在自己的家乡 从未感觉过的 他在台州的生活虽然简单 但充满快乐 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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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risten 他在学习 很疼 在这个学校 你必须多谈论 所以 她的声音 不错 所以我帮她 帮她 帮她 她穿着衣服 生日快乐 Merry Green Park Happy New Year 在台州 Josh收获的不仅仅是友情 快乐 还有许多在美国 完全无法体验的经历 在台州人眼里 她是个快乐的美国大小伙 她用她的开朗 幽默 感染着我们 而台州人民 也用自己的热情和真诚 去接纳她 感谢收看本期的四海台州人 我们下期节目 再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 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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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